熊熊火光猛烈人手 还伴随大量黑烟向上窜身 整片建筑陷入国海 祝福惊魂未定 蹲坐在一旁 在楼上有听到爆炸声 过了十几分钟 我就会变超大 目击民众心驾驾 连讲话都在发抖 这起火灾发生在17号凌晨4点多 台中市神钢区一家铁工厂 疑似因为电线走火引发火警 还波及到隔壁的塑胶工厂 以及住宅区 我妈就要起床 我才知道火烧这样 我们就硬逃下来这样 弟弟没逃出来 凌晨的大火将铁皮屋顶烧到塌陷 其中住户一家四口 二儿子跑出后又返家拿东西 但却受困火场 从此与家人天人勇格 因为木造进出 它延烧其实都会蛮快的 二楼会往上延烧到三楼 吃火的铁皮名摘坐在回收厂旁边 里面堆放大量塑胶棉花 也才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车房队火爆到场 厂房已被烈火吞噬 燃烧面积400平方公尺 损失多达50万 而究竟其火原因为何 还有待厘清 欢迎新闻洪世辰杨格谢爱 全台中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